应该说很难再出现像格拉夫和小薇这样的 具有统治性球员的地位了 现在所有的女子球员都会有机会拿到她们的 可能第一个大满关或者说是第二个 因为所有的人的竞争都很激烈这样 其实说老实话 网球在中国发展的年限还是不是太长 不像欧美就是已经发展了有一两百年 但是在中国我们可能还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对于所有从事网球事业的球员教练 当他们看到一个新的希望起来 会是一个很好的回报这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